服务台广播 服务台广播 掌握讯息好事多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这一集的服务台广播 大家好 主委 我们是不是 再到进回来又去了一趟金门 再看了一次 我们这就是金门要绕进的路线 是啊 我们去金门又重新探勘了 那这一次我们把整个路线都规划得很清楚 也把我们的住家的点 我们都已经都找到了 那期待我们这一次的金门绕进能够非常的圆满成功 那在我们现在香客报名 好像是不是已经差不多已经额满了 我知道现在已经额满了 位置的话那我们会再跟你联络 是的 好 主委那我们很多香客有问到说 我们的国立4月22号礼拜一的晚上 好像是玄坛财神圣诞 那我们会举行注授团拜对不对 对啊 大家我们最爱就是财神圣诞 对对 很多人来都都会跟财神圣诞 都希望说让我们的家业事业都很顺利 然后财源广进 一年一度的财神圣诞 千万不要错过 欢迎大家在我们指使的团拜一定要来参加 我们用我们的心心建议 在我们的财神圣诞观光 也保证大家可以在利行通 因为我前两天 有一个香客他提了基金来 然后我就问他说 我说为什么会提基金来 因为我们大殿都是拜仇的 然后就有香客说 因为我来拜了玄坛财神以后 我回去中大奖 所以他就是提了一厢基金 然后想说就是来打谢这样 可是因为刚好是婚的 所以他就想说就是要给宫里面 这样子 对啊 虽然是我们不仅仅 但是我们财神圣也是欢喜 尽量我们来宫里面 我们就传宿斋来拜拜 我们在大殿上面的话 我们都有公告 欢迎大家 在敬表我们前程的时候 都要注意到这一点 那再来我们的4月30号晚上 也是我们的圣母圣诞的团拜 对不对 玛祖心狗了 我们做滚香团很多 尤其我们今天是礼拜二 礼拜日的时候前天 哇 龙德说 从早上不可以到晚 总共有12间的公庙来参乡 但是我们看到这么久了 跟大家说起来 我们都非常的欢喜 那我们那天晚上 是不是有一些 除了圣母祝寿以外 我们好像还有一些活动是不是 有求艺品啊 还有一些可以求平安归的活动 我们在了我们主席的职受团拜之后 我们天更 整天我们就是可以让人求平安归 还有一些 圣母有加持的一些吉祥的艺品 那重头戏当然就是每年晚上 我们要拨古王 副古王 还拨路主 副路主 这是大家我们最高潮的时段 很刺激 对对对 那我们欢迎大家 可以在一年一度的这个机缘 我们来定期 拨古王 副古王 就是要跟我们做我们的财云 做财 做云的 尤其我们做大头楼 做大生理 这个古王 副古王 请回去 真的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帮战和助力 然后我们的楼主 副路主 这是宣优旅 在今年一年里面 要跟我们家里面 无论做我们的交易事业 一定有一个引游跟安排 所以说我们借到这个闲银员 大家可以踊跃地来登记 或许今年我们的楼主 就是去你们家 对 这是很好的 的一个福分 好 那到我们的楼主跟副楼主 它好像是我们楼主马要去 是不是要有一定的位置 比如说有行渡可以放这样子 不一定行渡 但是我们家里面 一定要有一个清静的地方 我们可以博士 我们的楼主马 还是我们副楼主的年纪 副楼主我们都是用年纪做代表 好 那如果说你的住所是那种套房式的 那起居楼主都是同一间而已 你所在可能就比较不舒适 最起码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工作室啊 或者一个办公室啊 书房也好 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清静的地方 不要在我们的起居室里面 好啊 那就是欢迎大家来服务台报名 然后如果有一些相关的也可以跟我们洽询喔 是的 是的 我们希望说圣明 让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宣言和宣布 我们在每一次的圣诞啊 大家都很虔诚准备了一些受礼啊 而且让我们的祝寿酒 可以跟我们的大店都装点的非常非常的一个光彩 我们希望用我们的生心和建议 对我们众心明 我们表达我们的一个生心 也藉由我们的一个单程的陷阱 让我们所有的地质信众 我们都知道资恩图报 也在隆德公 大家希望能够多做善事 广结善缘 尤其我们现在的感染是一种幸福了解的发问 在隆德公不是要你花很多的钱 不是花钱要说得 但是你在这里做每一项 我们的善心善念 来你所奉献 做一项好可以得上分布 我们开始也要做公庙打扫的一个列车 就要启动了 对 这个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都踊跃来参加 很方便的法门 但是带给你是无量的一个福气跟福报的循环 他就像我们这个合作 我常常说 他就是像麦当劳的得来书 你去做 所以就有带来参加 非常快 所以很多人 我曾经问过很多人说 为什么你对打扫这么热衷 除了他自己一种发心的感动 我们去参加之后 那种成就感 也有很多人 他是有很多的神迹跟感应 对吧 对 希望后一篇我们的神救援 还是我们的一些感应故事 就是您的诗篇 好 那主委 我们今天热腾腾的 是说我们4月22号 礼拜一 就要到彰化打扫宝庙 对啊 这是我们头一次 我们安排的变扫 我们就开始启动了 今年因为我们之前有去了一趟金门 所以说 今年我们的打扫 启动的有比较慢一点 但是我们还是很努力的 去 我们会去做这一份的职业 这也是他希望做给我们农德公 一种 也是另一种唯一 因为在台湾全省 应该没有人做这一份的职业 但是农德公 已经在这几年慢慢的打响了 我们的一个打扫宫庙的知名度 也受到各界的肯定 所以希望我们的这一份好的一个善行 能够越加的路来路蓬勃发展 好 那打扫宫庙的部分 就欢迎大家直接到我们的服务台来报名 好 那最后在这边 一样要祝福大家 都能够发喜充满 功德无量 事实吉祥 福气安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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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